文桥绘本邦交瓦的学童 参与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的竞选 在90多本作品中脱颖而出 同时也代表马来西亚参加 2022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翻译主奖项 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也特别很感谢创作故事的作者杨培山 和出世的插图画家阿米 真的出乎意料的一个很大的惊喜 上帝往往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神迹 提醒我们祂对我们的厚爱和眷顾 嗨,我是阿米 很高兴能得知我所绘制的绘本 入写马来西亚儿童读物联盟 MDBY2021年本土优质同书农益名单 而网加瓦的学童被选代表马来西亚去竞选 2022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DBY翻译主奖项 这些都激励了我因为对绘本作品的肯定 而我是这作品里有机会奉献的一份子 文桥为了栽培本地基督徒作家与画家 至今已经出版了页五十本绘本 是以中阴中午的双语为主的绘本 我相信教育可以改变未来 可以改造人生提升生活的素质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得到教育 其实BAM让我感到伤感 有很多我们的同胞无法实行这项权利 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这群人 希望藉着这本绘本能唤醒我们对于此事的关注 也提升他们所教育的权益 更加希望通过教育 这些孩童和他们未来的子孙 可以享受他们应得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